創意比财尽在运通 两岸原生提不住 千州已过万从山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加权股价指数大涨了120点 再创下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那当然在这个假日的时间 其实蛮多投资朋友们跟我们聊行情 那投资朋友普遍会认为 就是说台股来到万八之上 好像风险非常的大 好像行情会不会从这边开始出现一个转折 那我常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就是说其实行情的涨跌 不是取决于就是涨多少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它的价值有没有反映完毕了 所以我就跟这些投资朋友们说 我说其实台北股票市场还没有走到尽头 你要走到尽头的话 其实你要看一档股票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2330的台积电 那我台积电都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我讲实在的台积电目前都还在低估的状态 那居然台积电都还在低估啊 你说台北股票市场见到高点了吗 还没啊 一定是还没有啊 因为我就算真的遇到乱流的时候 我只要拉台积电就好了啊 我只要台积电让它过历史新高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 你说指数要涨多少点 台积电来做决定嘛 所以不用担心行情的涨跌 你要想的是你个股之间 你要怎么逢低的来去做布局 不是叫你去追股票 而是你要知道说哪一些股票 目前它还在低档 未来有空间可以涨的 比如像说今天我们有一些个股啊 像四七五五的三幅画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如果你去做追价 那拍谁他就拉回了对不对 那三幅画我们已经获利一倍了嘛 我们就一倍的空间了嘛 包括三四八四的松腾也是一样啊 好像今天就开始涨不动了 好像有点高档开始做震荡整理嘛 那震荡整理没有关系啊 重点是你买在什么样的位阶啊 如果你的位置买的跟我一样 其实基本上你都不会担心 你在想说我要赚多少钱的问题啊 那另外呢 你说三幅画在涨 松腾在涨 它已经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流 就是车用跟半导体的主群 所以当三幅画在做休息的时候 今天新的标的1773的圣意 今天就拉上来了啊 今天盘中来到一个亮灯掌停板的位置 这个亮灯掌停板这样通上来 你知道吗 它已经还原圈子 已经平了历史新高的记录了啦 那我也不是叫你今天去追哦 包括三幅画一样啊 我都没有叫你今天去追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 我们在买高票 买在位置卖在椅子 所以呢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像这个啊 我们以台积电为核心当作出发点 因为台积电是低估的嘛 那包括材料包括IC设计 包括设备类股 这当中一定有好货可以让你去挑 啊你要看得见啊 不是等它大涨上来才去做追价 像我们在买胜衣的时候 我也不是今天大涨的时候才叫你去追啊 11月30号那一天 当胜衣大家都看了 无点感到他怀怀的时候呢 可是我已经看到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啊 量占比800跳升到380 这一些大量的资金下去做布局 你觉得他是普通人吗 所以呢 大量资金在买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11月30号的时候 我们现在下去做加码布局的动作 空守者回撤支撑再买 买在138元嘛 那你今天呢 来到158块钱创下新高 一张你不要算多少啦 138块钱你新进会员 现在都是赚至少20块钱的空间 所以我说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真的在这个位阶点上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机会 你敢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但是很简单嘛 你看啊 这里上来的时候 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啊 强势股回挡站在买方 你的节奏是对的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这就是洪老师一贯的操作原则 我要带你去撤股票 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就在那个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下去做布局就可以了 而且我讲的都是有逻辑性的哦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电子级的化学材料 特用化学品的部分 这以前都是一些老厂 那这些老厂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他给他注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动能 那我的新的成长动能 就会带动他的股价开始往上冲啊 因为他们知道 跟着台积电会持祥和辣 大家也贪得翻轨啊 那你说这个股票好不好 我们看他的EPS 看他的营收就知道了 你就看他的营收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 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比去年成长了5成3哦 那我的EPS呢 我现在前三季EPS6点多 已经跟去年全年差不多了 我真的差劲了 用脚随便踹个两下 其实就已经超过去年的水准了啊 那你说这种股票好不好 好不好是决定在于 你在什么地方买的 如果你是追高的方式 那可能在刷洗的过程 你就受不了了 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每一次都是回撤的时候下去买 回撤支撑来去做进场布局 我相信时间最后都会证明 我们是对的 时间最后都会给你报酬率 对不对 所以我说特用化学材料 半导体相关的族群 你好好地把它做好 不要每天在那边元宇宙 今天元宇宙明天又是什么 航运股 快隔天又是钢铁股 那你想想看啊 你现在老师为什么不再讲航运钢铁了 因为都没去啊 这段时间我们的股票涨翻天了 那它这些标的都黏在那边啊 那主流已经换了嘛 每一季的主流都不太相同 如果你还坚守在过去的那些荣耀 那些热门的族群 那我只能跟你讲 你要自求多福 真的 你的老师不会帮你 可是你要自己帮你自己哦 所以我说现在要做的 其实很简单 以台积电为核心当作出发点就好了 那你说这样的做法会不会赚钱 你刚刚看到的是圣医嘛 那同样的在同一个族群当中 包括三幅化 我在买三幅化的时候呢 真的大家都看了没点啊 这种股票怎么会涨 怎么可能会涨 那我说我就是买在位置卖在椅子 你不知道它会涨的时候 我就下去做布局了啦 但是我也不是用猜的 用够的 够就一次两次 那是文气好 运气好啦 可是你可以像我一样一直猜中 那我觉得那绝对不是运气的问题 而且我之前都提醒过大家 对不对 我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先看了一档股票的好坏 你有人先偷买我就会知道 有人偷买先知道 先进场下去做布局 强势股回挡站在买方下去做切入 所以我在买三幅化的时候 这根大量出来 预告了一件事情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未来这个高点会越过去 量占比1500跳升到300 这个都是钱耶 都是大量资金在做进场布局耶 你说这些人去买 他看到啥 当然看到这家公司未来很好啊 可是你的老师绝对不知道啊 因为他们没有去做研究 都只是跟着市场热门的标的在跑嘛 但是这种冷门的 我就喜欢从冷门做到热门 从低价做到高价 我在买的时候 半导体农季回收的厂商 当时在买才67块4 没有人没有人在看这一档股票 大家都说这种股票买 这种股票弄得要四 可是这个位阶点你不买 你等到它后面涨停 你就买不了 甚至你有可能要用追价的方式 去追这种股票 我就不要啊 那如果说你真的让你追到 你看一天的时间给你刷下来 刷17% 我讲实在的 刷17%算还好而已啦 有很多的股票都刷得比这个还严重 那就是追高的问题嘛 真的低档不买 你等到高档才来追 那你去追股票 人家不把你洗掉才有鬼 所以你要怎么不被洗掉 像我一样用低买的 那如果说你在低档下去做布局 后面第三根亮灯涨停 你才可以扎扎实实的赚到 所以一直涨到了96.9元 我叫你不要再追了 因为我们已经赚了四成多 但是你现在这个位置点 你才想要去追股票 他一定要把你洗一次 他一定要把你洗掉 所以我说我第一次买在67.4元 我说回来我还要再做加码 但是加码不是用追的 是回撤支撑下去做布局 所以真的来到回撤支撑的时候 如果你在高档去做追价 那你回来真的没钱买了 但是买点在这里 83.1元 你的买点是对的 后面来到101块钱 你才有钱赚对不对 后面来到101块钱 波段涨幅50%对不对 再涨到116块钱 波段涨幅72% 再涨到123块钱 波段涨幅82% 再涨到130.5元 波段涨幅93% 再涨到141.5元 波段涨幅一倍了 那你真的想要赚一倍 你一定要从低档下去做切入 我说你买在141.5元 你要赚一倍的空间 就变得小很多嘛 我不是说不可能 而是那个机会点来讲 当然就是比较小啊 我都已经探浅浅了 讲实在的 我们会员已经赚一倍了 我们都赚一倍了 这时候你才有 你的老师才来跟你追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最近市场上的专家 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一档股票 因为他起得太凶 真的涨太凶了 可是你要怎么做好一档标股 你的老师是后面才来追 但是他没有办法 像我一样走在趋势的前面 如果他没有办法走在趋势的前面 那你说你要怎么赚到大波段的空间 所以他们当然只能做短线啊 每天告诉你什么股票涨停板 这个好名字那样也好 买了手上几百档的股票 有涨的就算绩效 六块都没了 赔钱的都不见了 这样的做法你会开心 这样的做法你会满意吗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我今天带领会员 我不是要当什么大老师 什么有名的老师 可是我希望做到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的名声出去 可以让人家感到骄傲的 我是一个好的老师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那你要做到这一点 你就不能带你的会员 去买一些真的看不懂的标的 甚至呢 你就每天在那边追股票追股票 你追到后面我讲实在 你有多少钱都不够你买 那我们就是把一档股票做好 每一次都把该布局的标的好好布局嘛 包括半导体的材料啊 我说三幅化绝对还有机会再买 可是你不能等到他大涨的时候去追 真的要买的时候我都有方法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要能够走在趋势之前 那你一定有一个公式 对不对 否则像黄老师怎么可能每一次都猜对 我们都是有方式在做的 包括量占比的法则 哪一些个股开始有量 开始有资金在买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不然是指标告诉我 他有没有过热的讯号 然后甚至涨上来了 你要怎么去用移动锁力 把你的获利锁住 这都是美港 这就是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啦 所以你会发现 老师每一次啊 什么样的主流他要启动之前 我都可以率先带你去做布局 所以我不用每天在那边跟你讲 一样的什么钢铁航运啊 当然你套在高档 现在在等几套啊 我要做的叫做什么 下一个主流在哪里 所以广告回来 我们要继续再聊 哪一些族群 我已经看到了机会 哪一些个股 他在低档准备要上来的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出场 也没伤病假 我要 打官司了 别人是你 资源循环 深深不息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各股之间它会维持一个轮动 而且用轮涨的方式来创高 所以你今天在买股票的时候 请你要记得一点 你一定要找到低档准备起涨的标的 而不是去追那种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就像是我的股票也是一样 我都没有叫你去撩 我讲真的 我从头到尾像我的三幅画 我讲到我的朋友都跟我讲说 老师你不要再说 三幅画你讲实在的 今天4755三幅画 就算他今天做了拉回 可是他也是创历史新高 那我从67块钱下去做布局 到今天来到149块钱 我的会员朋友都觉得很骄傲 现在的股票有打一支比较强 是不是都很强 强到一个爆炸 对不对 那根本不用讲说 我们还有3484的冲腾 那3484的冲腾 今天也是做的小拉回 对不对 那小拉回又怎么样 重点在于说 你像布局这种标的的时候 你能不能在那个 还没有涨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他会涨 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就可以做到赚大 但是赔小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所以包括我们在做松腾的时候 我也不是昨天 或者是今天叫你去买它 我在买的时候 一股才多少钱 五到七十块 我连买这种股票 大概都给他笑 每一个人都在笑我 老师你这种股票会起 对啊 真的会起 因为量战比从一千跳到三百六 那你这种大量长虹出来做洗盘 大量长虹出来做洗盘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下去买 强势股回挡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所以我在买的时候 六九点九元 七十元市价买进 六九点九元成交 而且我一买就是四分之一的部位 我们每一组会员最多就是四档股票 就是四档股票 我没坐啊 一组会我就四个股票而已 那我在买的时候 抠讯在这个地方啊 七十元市价买进二十五%的资金 六十八块钱为主要支撑价位 跌破市价租金 没到你就续报即可 六九点九元我最多多少 我赔一块多嘛 赔两块钱你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你可以接受你再下去做布局 那你的买点是对的 我也没有说后面涨停满 画个圈圈告诉你他在涨 对不对 我说当时的县途就是这样 抠讯为证县途为证 我没像你老师起起来 这里画个圈圈告诉你 我买在这里 没有耶 我就是当时的走势就如此 你的买点是对的 后面来到八十块钱 有没有 哇 大家都在看钱啊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 哇 七十块钱买的股票 已经赚了 赚了十块钱了 好开心哦 好开心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卖了 这人性嘛 很正常啊 你今天在做股票的时候 赚钱的股票你舍不得卖 赚钱的股票你卖很快 好像赚钱跟你有仇一样 但是真的会让你大赚的 比如像说三幅化 比如像说我们之前做的得为 甚至我们之前在做生贸的时候 那个会赚钱的股票 都是一路的冲耶 它不会停下来啊 但是你要知道说 在什么时机点上面 你要下去做加码布局的动作 像三幅化 我们怎么去买的 低档下去做布局 拉回再买 对不对 创新高 你赚的钱才会是最多的 所以松腾也是如此啊 当他涨到八十块钱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们都会害怕的嘛 你没有我的扣讯你一定怕啦 但是我那时候跟大家讲什么 我要再买 强势股回档 我要再做加码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第二次的买点买在哪里 七七块二啊 它也是跌的哦 它也是跌的哦 当时遇到行情不好 大盘跌下来 我说强势股回档 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 空手者加码下去做切入 对不对 那你的买点是对的 后面创新高 三角收链形态就做出来了嘛 那三角收链形态做出来 代表说我的筹码收足了 我的筹码收足之后 量缩回来 一根大量藏红 后面就是直接往上冲 所以到12月22号的时候来到89.3元 到12月23号的时候来到93.8元啊 是不是一路创新高上来 然后呢再到12月24号 平安夜那一天已经来到96块钱了 但是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在它低档还没有涨的时候 在它人家还看不起它 大家都去看那种 无点说这种股票买起买起的时候 那买起是他们在讲的 如果老师看不懂 当然觉得它不会涨 可是你看得懂的不一样 像我们看得懂啊 所以我们走在趋势的前面 我买在位置我卖在椅子 如果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讲实在咯 松藤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我说真的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不会想买 但是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真的能够看得出来的没几个 那我为什么看得到 因为我有量占比的公式 我知道说这些股票 开始有人在头位 有人偷偷在做进场布局 所以我当然跟着这些资金去走 跟着主力大户去移动 那我如果买点跟他们一样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所以你说松藤 我们都贪财财 我在这档标股 是成为一档标股之前 我们就下去做布局的 甚至第一次的买点 第二次的买点 两次买点上来 创新高 这样有贪钱吗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值多少钱 股票会变方法不会变 就算未来松藤 我们获利了结了 我也可以换新的 一样的模式的股票继续做 主流本来就是一直跳来跳去 可是最怕的是什么 看新闻去做股票 今天你看什么在去就说什么 今天元宇宙在场就讲元宇宙 我说当时我们在买松藤的时候 在这个位阶点上面有下去做松藤 那如果你是买到2498宏达店 你到现在在等几套 如果你再买到2388的威胜 你现在还没有赚钱 那5351的预算可能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可是如果你把资金重压再松藤 你有没有觉得差很多 所以以前的主流就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 错过就算了 你宁可错过你也不要做错 这是我在操作上面一贯的原则 有很多主流我也是错过 但是有一些主流我真的觉得它没有大空间 没有大空间我干嘛去做它 我宁可等待一个机会出来 比如像说车用的部分 比如像说半导体的部分 像这两块市场是未来5年之内完全不会改变 甚至它现在正在爆发式成长的这些族群 那我为什么不做 所以我说买点很重要 我没有带你去撤股票 我们不用去撤股票 赶快可以赔得到钱 所以如果你这种做法你习惯了 你会发现到说 原来市场上的专家真的比你弱很多 真的比你差很多 可是前提是你要有这个方法 就是用金流战法的部分 去找到未来机会点在哪里 包括量战比的法子 拜死指标跟移动所力 所以我不是每天在那边跟你讲 什么股票涨定板 跌下来我照讲 但我就是看好它 我觉得主力没有走 大户没有离开 资金还在里面 我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包括像这个 车用相关的族群 我当时在买进棚的时候 大家也是看这样 没点感觉这支股票不去 但是利空出境匹级太来 所以我只要买它跌的时候 是不是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所以同样都是车用族群 今天创新高 来到40块钱 我买在这里 35.6元下去做切入的 向下空间有限 是不是向上获利无穷大 那它是不是车用 它是不是车用相关 车用版的部分 不用料也是同样赚钱 不用追股票一样可以赚钱 所以方法它是不会变的 可是股票它是会变的 那你怎么样把那个位阶买好 把那个低档的位置会涨的股票 挑出来很重要 那如果说你只是一昧的 像其他老师每天只会追 只会追 只会追 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做股票 你想想看 真的会赚钱有贵的 真的会赚钱的又有几个 那就算今天让它赚个一次两次 它有可能一直赚下去吗 用拆股票的跟用方法去做股票 那完全是不同样的事情 所以像说这种群联 我在买的时候也是没去对吧 都没有涨 可是车用伺服器的需求增加 所以强势股回挡 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那后面它创下新高 我们已经股息加价差 已经赚了43块了 那8299群联 今天来到最高点来到508 创新高了对不对 你如果买在家的 这三天的时间上来 你想想看 我们已经赚40块钱的价差 今天在创新高 所以你说低买会不会赚钱 低买才会赚钱嘛 强势股拉回 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那台北股票市场创历史新高 还有很多被低估的机会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所以你不要犹豫 你等到未来机会再错过的时候 我真的没办法帮你把时间拉回来 所以我有专业 你有资金 我们携手合作 我相信我们绝对可以共创双影 趁着广告时间把电话拨通 感谢大家接受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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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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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赌欺叛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赌欺叛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